大家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是歐美地區他們常常過的平安夜 在今天來說的話照理講應該是大雪紛飛的 白白的這個顏色 可是呢也遇到像我們一樣冬至像夏至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雪跟冰在全世界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分布的情況 你看在這個美國 美西還好一點點美西有些部分已經開始出現白色的情況 在高緯度地區 美東呢還是一片晴朗沒有下雪 遇到一個非常反常的這個聖誕夜通常這個時候是有雪式的 然後歐洲各位來看歐洲呢除了英國 北部有一些下雪之外 其他地方呢都很晴朗一片晴朗當中 連這個聖誕老公公的故鄉芬蘭 在北芬蘭才有一些雪式南芬蘭大家都還沒有下雪 那在亞洲來看的話各位來看日本呢只有一點點北海到北邊 一點點才有雪式 所以今年來說的話 整個降雪的情況呢跟往年相比 少了非常的多 我們再來看一下他們整個 如果看北極圈的 這個雪的變化 這個黃顏色這個是冰 今年北極的這個冰 還算蠻正常的啦 那你看這個雪式 在北美加拿大還是有雪 但是美國呢大概現在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地方 有下雪 然後在這個俄羅斯當然那個尾度本來就高啦 當然都是在雪裡面 那整個亞洲來說的話只有中國北部到內蒙其實有一些雪而已 這個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 那為什麼會這個情形呢 是全球暖化嗎 也有可能 但是 整個基本的原因跟短期的天津現象還是比較有關係的 這個最主要呢是 今年呢遇到一個盛陰年 而且強盛陰 通常這個情況下 的確啦 北半球就容易遇到一個暖冬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北極的冷空氣 沒有放出來 通常在我們冬天這個時間點就要看 北極的震盪的指標 這個就是北極的冷空氣 其實現在來看的話 有時候我們要是冬天冷的話 它裡面的冷空氣呢就有點散亂到很多地方 各位來看一下它非常的集中 這個呢就相對的是高壓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都是在被高壓籠罩住 相對的就比較溫暖 北極的冷空氣鎖在北極 其實多鎖一點也好啦 冬天沒那麼冷 但是問題是說這個就是一個異常的情況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台灣來說的話 現在還受不到這個影響 但是老實說 北邊沒有冷空氣下來 當然我們冬天就比較不會那麼冷了 北極震盪的指標呢事實上在過去這一陣子 真的是很正直 正直表示說鎖得很多 而且鎖得越來越強冷空氣很少 那疫情呢未來會慢慢慢慢有機會回到正常值 但是呢這都還要觀察啦 所以短期間內 未來大概 一兩個禮拜 不至於到很冷很冷的地步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大概維持像明後天那麼冷 今天來說的話 北部在白天的時候就慢慢慢慢開始改變了 有飄一點偶小雨 這個雨呢其實老實說也沒有很大 你撐雨傘都多雨 可是你這個沒有撐傘這個有時候走太久你會覺得又被淋濕 這種尷尬的情況 未來也是會這個樣子 稍微再更多一點點 中南部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這個北邊的這個冷空氣前沿的這個 雲氣已經開始進來了 那今天來說的話這個雨呢其實都不算是真的是雨 只有雨季而已 那未來情況呢各位來看這個北方的高壓 它逐漸的慢慢開始南下了 南下的影響 所以各位來看前面的這個 前沿的這個冷空氣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呢其實對我們台灣最麻煩是什麼呢 倒不是會不會下雨會不會冷 因為這個 冷了也冷度也不夠 那下雨也下的不夠多 比較麻煩是會有霧 所以未來這幾天要注意 可能有地方有些濃霧發生 那什麼時候會開始慢慢改變呢 就是大概還要一陣子 目前來看的話未來這一陣子 除了都有一直持續有水氣 持續有些冷空氣外都會維持這樣的天氣 目前來看的話一直會到明年了 等於是未來一個禮拜 以上可能都是這樣的天氣情況 那北部呢就容易陰沉有雨 這個大概就是 陶竹苗 一直往北 到宜蘭花蓮 都是比較像的一個區的天氣形態 這個就像我們冬天的典型的台灣的特徵 那中南部呢 都很穩定 未來五六日一 都是有一點 很像的天氣形態 當然有時候會多一點有時候會少一點 但是未來這一陣子 一兩個禮拜 大概這種天氣 都很像 所以為什麼你要看氣象預報 如果聽我們講的話 就你要好好把握前幾天的好天氣 趕快曬一步 現在就來不及了 北部就變濕冷了 風的話 東北風有點增強 但是各位看得出來 這個顏色 跟前一陣子 很密密麻麻 這個 一大片的這個強風 從北邊灌進來就不一樣 這一次來說的話 微弱了很多 那預期呢也會維繫一陣子 這為什麼呢就是北邊的冷空氣還不夠強啦 所以到我們台灣的勢力呢 就不夠 有威力 那冷空氣呢 其實還是冷的 冷在整個中國北方 在黃河流域以北 大概都還是冷的 但是呢這個冷 水氣也不夠 所以其實在 北京雖然說在 11月就開始下了雪 但是這個雪量到12月 反而明顯變少了 所以未來呢其實台灣北部的溫度呢 低溫 空曠可能會下看14度 大概呢都14到16度 都位地區可能16度 白天的高溫呢大概18度 19度不會超過20度 整個就降下來了 這個高溫降的比較明顯 低溫呢大概降了4到5度左右 請大家留意這個溫差的變化 今天到明天的這個時間 南部呢就沒有像北部變化那麼多 但是清晨的低溫也會稍微降一點點 白天的高溫也降個1 2度左右 所以南部來說的話天氣還算是穩定 但是雲量也會略為增多 我們今天很建議 水氣接近北台灣轉 濕涼了 我還沒有用到冷的地步 就是一個濕涼的這種感覺 大家多穿一件衣服跟前兩天相比 那冷空氣呢是逐步的接近降溫當中 未來一週的低溫 大概都14 16度 那請大家留意金明的溫差變化 那北台灣呢可能容易比較濕冷 有一點降雨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濕涼了